截至4月底,吉林、辽宁、黑龙江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了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悉数亮相,地方主政者直面媒体或是外界一窥东北未来走向的绝佳窗口。 记者书里发现,三场发布会下来,在场记者一共提出30个问题,涵盖了东北营商环境、人才、生态、文旅等多个领域,这些答问中不难看到东北的破局之路。 营商环境直接关乎市场主体的茁壮成长也备受关注,记者粗略统计,三场发布会上营商环境一次出现高达34次,其中一件事场景推行一次办,一窗受理、网上办理等举措令人印象深刻。 我们选拥了35个高屏的一件事,这样的场景推行一次办,平均减少办理时间是62%,这个场景今年我们将进一步拓展到48个。 比如,在项目建设审批方面,实行一窗受理,网上办理,不能网上办理的,我们也实行帮办,代办,后端集成,让信息多跑路,让企业和群众少跑腿,零跑腿。 全面清理拖欠民运企业的账款,对损害政府诚信的行为,一律说不,严肃查处,充分发挥12345便民热线总科夫的作用,群众市场主体有需求,我们政府各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回应解决。 提到东北,人们就会想到老工业基地,东北如何调整产业结构,实现转型升级,也是外界关注的重点。 吉林的振兴新突破国企要先行,将用两到三年的时间,吉林的省属国有企业资产要增长50%,营收和利润都要实现翻番,加快国有资本,像新能源、新材料、大数据等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布局。 向大农业、大旅游等优势产业集中。 黑龙江要整形,人才是关键。 我们是专门制定出台了新时代人才整形的60条和系列的配套政策。 另外去年,我们这个高校、高级支撑专业人才,这个数量也是在不断地扩大。 另外就是我们高校毕业生、牛省和来省的这个就业人数,军创今五年最好水平。 工业是我们辽宁经济的命脉。 辽宁振兴,首先必须工业要振兴。 我们将以培育赚大重点产业集群作为抓属,加快建成四个万亿级的产业基地。 开展大规模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 推动专备制造业,向高级突破、石化和精细化工产业向下游来延伸。 野精新材料,这个产业向精神来挫展。 消费品工业向优质、特色、华力。 同时我们早里打造集成电脑专备、生物医药等新型产业。 抢摊布局、人工智能、细胞治疗等未来产业。 去年冰雪季,以哈尔滨为代表的东北城市爆火,冷资源变成热经济。 如何将文旅产业转变为长远发展的硬实力,也是地方主政者考虑的重点。 加强旅游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打造全省新级民宿, 构建快进漫游的旅游交通体系,加快智慧旅游普及推广。 全面提升游客满意度,此需规范旅游市场秩序, 用好先行赔付,做到投诉处理不过夜, 切实保护广大游客权益。 后续我们将不断完善旅游产品的液态, 重点是丰富冰雪、海洋、边境、赛事等文化的内涵, 植入休闲旅游的要素, 大力发展冰雪温泉油、生态旅居油、海洋海岛油、 红色盐雪油以及特色美食油等等。 我们将推出更多更好,满足市场需要, 又富有低于特色的文体铝融合的产品。 完善基础支撑,到2025年, 全省的六家机场航线将超过280条。 省政府牵头联合公安、交通、商务、文旅、市场等部门 开展六个重点领域的综合整治, 全面营造便捷、舒心、安全的旅游环境。 未来东三省如何破局,实现华丽转身, 我们值得期待。